Sachimura All right,这个扣篮和长相都十分暴力的青年就是巴孙磊 他是日本最有潜力的未来新星 也极有可能成为登陆NBA的下一个亚洲人 大家好,我是小编丘迪 喜欢篮球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下方红色按钮订阅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是巴孙磊 也可叫Ri Hachimura 他98年出生于日本 从小是在仙台时长大的 他的母亲是日本本地人 而父亲来自于非洲的一个小国家贝宁 这也导致皮肤又黑的巴孙磊有一定的黑人血统 他身高2米03 在场上打34号位 珠色的爆发力、2米20的臂展 以及外线的投射能力是巴孙磊在球场上的主要优势 在著名的NBA模拟选秀网站NBA Draft.net上 巴孙磊被预测会在19年以第五顺位登陆NBA 美国媒体用创造历史和未来一轮秀等字眼来报道这名日本小架 可见他的NBA前景还是十分被人看好的 早在高中的时候 巴孙磊就是日本篮坛公认的篮球奇才 他连续三年率领自己的球队获得全国高中锦标赛冠军 在14年于17南篮世界杯上 巴孙磊一场均22.6分 6.6个篮板和1.7次盖冒的数据拿下了赛事的得分王 有趣的是 日本在比赛中遇到了强大的美国队 美国队中有5名如今已经进入NBA的球员 其中还包括如今大红大紫的Jason Tatum和Josh Jackson 日本已惊人的38比122输掉了比赛 但38分中巴孙磊一人就砍下了25分 出色的个人表现也因此让他一炮而红 高中毕业以后 巴孙磊选择转战美国大学篮球联赛NCA 加入了刚萨加大学的篮球队 出到美国的巴孙磊遇到了很多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英语交流 巴孙磊是地道的日本人 英语毫无基础 学起来也是十分费力 其次就是文化上的差距 巴孙磊谈到了日本的文化 更强调冷静和收敛 要把很多事情放在心里 不能表达出来 所以刚开始 腼腆的巴孙磊很难适应 美国人的热情和直接 和队友很难沟通交流 直到打了一段时间比赛 他才慢慢融入了队伍 巴孙磊第一年就随队打到了NCA全国锦标赛的四强 在决赛中戏败给了对手北卡 但巴孙磊一直是球队的酱油角色 场均只有4.5分钟的出场时间 得到2.61分和1.36个篮板 在他大二赛季 随着球队上赛季的主力前锋扎克·科林斯进入NBA 巴孙磊的上场时间一跃来到了20分钟 个人表现也完成了蜕变 他赛季场均喊下11.6分和4.5个篮板 在NCA两节40分钟的比赛里 是相当不错的数据 他率队又一次杀入全国锦标赛的16强 个人也获得了赛区第一阵容的殊荣 有意思的是 巴孙磊并不是唯一一个在NCWA闯出名堂的日本人 他的队友杜鞭雄泰 今年刚刚从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 杜鞭雄泰在他大四赛季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前锋 他场均出战37.5分钟 能够拿下14.8分 7.3个篮板 2.24分盖的全面数据 在他最后一场比赛中 他砍下了个人生涯最高的31分 表现不俗 杜鞭也在赛季结束后 收到了NBA Global Camp 交警 准备力拼NBA 可以说 日本在刘洋篮球人才的培养上 已经处于了亚洲的领先位置 而巴孙磊和杜鞭雄泰的强势崛起 也会给亚洲篮球带来一场新的风暴 这就是巴孙磊闯到NCWA的故事 我是小编丘迪 我们下期再见